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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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第十二个 对了大家 什么时候到唐上送给你们的礼物啊 就是那个特别特别可爱的 高莱茂还有那个 风开一个那个蛋糕 大家在看那两个东西 就一定要想起唐出来 不然唐上一定会伤心的 把衣服脱掉 到这个糖色巧克堂的这个开课时间了 来 鼓掌 鼓掌 两位正传 今天呢 糖色吃的是炸糕 顾名思义是炸出来的糕 那么它的原料是糯米 那糖色分为三部分来讲 我相信每一个部分 对于每一个健身阶段人群 都是有一定帮助的 首先 炸糕它的热量 差不多在100克 在290大卡左右 油炸的它的热量已经是不低的 但是糖色还是那句话 凡事没有绝对 都是相对的 不要去一味的 太过于控制你的食物的这个热量摄入 对吧 过油不急 物极必反 这个道理大家一定会懂 糯米呢 对于脾胃其实有调节作用 但同时呢 肠胃不太好了 又不能够多吃 因为它很难消化 在吃糯米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去量稍微减小一些 红豆呢 不用说了 红豆大家应都知道 它是减脂的一个神器 增肌的一个神器 也是养生的一个神器 我觉得还是要去享受美食 同时去享受健身 这样才是长久的 这是第25个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在前几天 一个Toria Cedrus 他们的那个 红豆大会在上海举行了 我觉得真的是一场盛宴 其实维密的每一位天使 他们以时常会稍微的克制一些 但是他们的量其实并没有 以正常女性少多少 但是我会发现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健身 包括很多人喜欢 MMA啊 力量训练啊 如果说你们真的是 想要一个极致的好身材 同时你又不想去 放弃你一些你热爱的美食 那么 Torcer还是建议大家 穿好衣服 拿起杠链 穿上跑鞋 去享受你们 你们健身的一个乐趣的过程 那好身材其实是一个产物 想吃享受 你要动起来才可以 人间是美味啊 哎不行 肯定不够吃 不过 你你把你们着够拿过来 我没吃饱啊 不 颇有嫌疾 我操 好男人的风范 把姑姑他们那个钱要我了 让他们自己下来重新买了 好了 开动了 在我董事的时候 原来在家嘛 第一次接触吃的东西 其实就是糯米类的 不过那个时候 我吃的是大糕 还有美肠 所以我从来对糯米类 就有特别的一个情怀 所以今天在吃炸糕的时候 就让我一下子又想到 以前非常美味的那个年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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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完这一杯 咱们还有 没了 哈哈 流血 这也是糖色今天的最后一个 这个还真的是 蛮实乘的 就是两块五 它的这个价位以及重量 以及口感 我觉得都对得起这个价钱 开始 嗯 最后一口 馋一馋你的 今天呢 糖色的50个大糕 就已经吃完了 咱们按照每100克 290大卡的热量来算 热量在14500大法左右 今天炸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 也非常非常的开心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的新浪微博大卫糖色 以及微信公众号大卫糖色 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由糖色回给大家 以及吃吃喝喝健身 以后路由糖色陪你们走下去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www